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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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首先考考陳志愿 你猜猴子會不會打飛機呢? 不用猜 簡直有片看到有的 你看很多網上的片 那些熊性的動物 會自己去 講直接一點就自族 自餵這些東西 黑猩猩有 把衣有 狗仔會有 有些甚至乎去到兩個熊性互相幫大家去父母 達至興奮這些 你發覺更加多的物種是有的 如果今時今日其實看得到 如果你還要講同性的這些性行為 再加上這些智慧的行為 已經是在人類以外 超過100種的物種是觀察到這些行為 根據一個都很新的報導就是說 他們去考據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發現原來這個寧長類 他們去打飛機的時間是超過4000萬年 就是有益生心 證明這個事情 你很奇怪 他怎麼可以知道是4000萬年 他講我就相信的了 但是我們有幾樣東西要搞清楚的 就是這個研究為什麼是局限在寧長類上呢? 這樣講一下 我覺得他實際做的研究不止寧長類的 只不過是他們寧長類作為其中的觀察對象 他們是比較容易在你做開其他研究的時候 不小心看他們這些行為 這樣講好了 你要看到這種這樣的自族的行為 你比較方便 你不是希望看一些很小的動物的 小的動物可能都會有 但是你實際上做觀察的時候 不是那麼容易看到的 那麼你如果寧長類 我想對於這個研究的方面 本身是容易的 但是你看到有這樣的行為 其實裡面獲得的知識不多的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說 今個禮拜這個新聞的 就是這個科學新聞的報導 就看到我們嘗試去從這個演化角度來去理解 這些會有自族行為的猴子 他有什麼的演化優勢在那裡 最後他竟然找到的答案 似乎是有他的獨特演化優勢 而這件事我們從來不覺得是有的 起碼老老實實 作為一個男人 你都不會周圍跟別人說 你的自族行為是對你有優勢的 是不是? 我不知道這個 但是我不知道現在YouTube的尺度是怎樣 這張照片是在網上找到的 但是要照出 因為這個是證明到真的存在這件事 好了 現在剛才我問那個問題 結果是在這個文章裏面有說的話 的確不只是局限在寧長裏面 有這個鳥齒類 這些老鼠 還有爬蟲類Raptise都有的 但是在寧長裏面就較為普遍一些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確定一件事 就是這種行為在演化上是有優勢的? 這裏又這樣說了 你要確定他有沒有優勢呢? 我想你也要看到他有沒有一些客觀的因素 去告訴你這件事是好的 其實這裏就要由他 我要介紹他裡面的內容 他的結論 其實他就看到這些猴子 尤其是一些在他們的族群裡面 他們是分階級的 一些比較低階層的猴子 他的自族行為 原來是對他自己的演化有優勢 所謂演化優勢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會比較多的機會 去傳播到他自己的基因資訊去下一代 也都去保持著他 在下一代裡面 都有一個比較 不是說這麼快被淘汰的一個數目 就是增加他那個傳宗節代的機率 我會這樣說 如果你說在這個族群裡面 做頭的 他基本上什麼時候想交配就交配 這件事真的很不幸 可能在人類社會裡 都看到很多這樣的特徵在這裡 而對於一些沒什麼本事 被人欺負 比較低層那些 那是不是代表著沒有交配的機會呢? 其實可以看到 起碼有兩個特徵 原來是令到他們相對有多一點的演化優勢 其中一樣就不是這個新聞的報導 但是以前有說過的 以前有說過的 就是一些比較低層的猴子 他是早洩的 早洩就令到他怎麼樣呢? 令到他每次交配的時間短了 他交配時間短了 比起其他人發現去攻擊 在他最沒有防備的那一刻 時間縮短了 於是他就留肿 即是可以留肿 但是又自己也沒有免受到傷害 這個令我想起萬子良的經驗最白 我知道 但是這裡不能說 另外 這裡再說什麼呢? 他們就說 他們透過量度 那些經常有自族行為的猴子 那些精子的新鮮程度 原來發現是比較新鮮的 就是那種活躍度應該高一點的意思 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說新鮮就不是說你紋下去比較新鮮 是你真是看到裡面的精子活躍度比較高 那這個是的 你剛剛... 那你可不可以推算呢? 就是如果你那個交配的過程 你越早射精 生出來的小孩子是會比較... 它的質素比較好一點? 有這麼說的 它是由一些比較弱小一點的 小顆一點的 沒那麼本事的 那個爸爸生出來的 那那些是聰明還是不聰明呢? 那這個我們不嘗試把它擺在人類上去想 我們先說回猴子那裡 如果一個比較弱小一點的 它都想全宗接待 那譬如它要早洩 那就早一點完成交配過程 那另外就是說 它那個精子的質量如果能夠好一點 就是它能夠去受精 它能夠去受精 它能夠去受精的能力高一點 那也都是能夠傳遞到基因資訊的機會率 也都會大一點 那我想它這裡 它作為去量度 為什麼自続對於這類猴子有一個的演化優勢呢? 我想它這個其中就是用了它那個精子的活躍度 來去做一個標準 但這個我想又比較違反我的直覺 就是因為你如果是打飛機的話 其實你不會有生產能力的 嗯 就是說你用了 接著你就沒有了 那這個是相對於 就是這樣說 大家都年輕過 那年輕的時候 就是你想有多少就有多少 基本上 就是多到用了 是啊 到我們老來就說 要做真是真的要親住來用 但是對於尤其是一些比較 已經進入了那個 身體繁殖能力成熟時期的 一些很精壯 但是它不夠其它這麼強壯的那些 稍為弱一點的猴子 它要補足它的先天不足 原來就是在這些位置可以補足不足 但是這個又要很有趣了 就是講得演化 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在這個過程裏面 那猴子自己沒有一種自覺 覺得自己需要是這樣 這個是一個演化最大的問題 其實沒有目的論的 我做了一樣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將來會是這樣 然後原來它可能不想早洩 但是原來早洩是對它有好處的 可以沒有那麼容易被人發現的 原來就是那個 就是 間不中自俗一下是好的 對它來說 因為原來可以保持它身體的生產精子能力 確保都有最新鮮一批產生的精子 隨時拿出來用 就是這樣它沒有這樣的自覺 就是說真的 你不要用猴子 用人來說也是 有幾多個人 他去自俗 是為了去保持自己精子新鮮 這樣去想事情的 那是不是這樣想事情的 我不是這樣想事情的 是啊 抬掌去想想 我也不是這樣想 是不是 是 除了這件事情 我發現 就是在這個寧長類之間 很多同性戀的活動 那這個在演化上有沒有優勢呢? 那大家很直接的想 如果搞同性戀就是不能夠傳宗接代 那就沒有演化優勢了 那就會絕種了 就是這個都成為了很多衛道之士 他會覺得 哇 如果人人都是同性戀 這個就是從先天上的演化 是不是解釋到這些人是應該要絕種的 會說到這樣 但是很有趣 又是在這個星期 又是在猴子的同性戀行為身上發現 那個結論是相反的 反而他們發覺 這些有參與同性愛、同性戀行為的這些猴子 他們是有方法去補足他們那個 不能繁殖後代的優勢 那他們的補足方法是什麼呢? 就更加厲害了 就是他們是會bisexual的 就是說他們是需要在平時生活上面 有同性憑黨支援的時候 他就靠他的同性partner去保護他 跟大哥有人照 有兄弟跟他一起去打天下 他自己被人爭食的時候 有人幫他出頭 於是這種brotherhood 就是brotherhood是more thanbrotherhood的 其實就是他們有了一種親密的雄性之間的性行為 這麼行政?我覺得不一定的 大家交機而已 不是大家一起會同生共死的 但是他們是有一個行為看出來的 就是看到這些已經是有了這個同性愛、同性戀行為的猴子 他們的確是互相講義氣的 其實就要看人 不是沒有這個例子的 你看阿歷山大大帝 他們那堆軍團 是不是? 他們那堆會同性戀軍團是特別厲害的 我們在古今戰爭一百回是講過的 時間早點是thebes 就是古希臘其中一作 thebes 那隊是怎樣呢? 就是一定有一對男人 是搞機的 分了很多對pair是這樣的 就是一對他 那個如果其中一方被人打 另外一定是拼命去保護他 是的 那這個就是 就是這件事原來在猴子裡面都出現的 我們就比較新鮮了 真的 因為反過來 是猴子的出現 竟然在人都會出現 但是結果呢 後來這隊兵團都是被人殲滅了的 那這裡又回到猴子的例子 就是他們又很有趣 靈活變通去把握著同性戀和非同性戀的各自的優勢 就是同性戀的時候令到他們的生活之間有照應 有幫助 但是到了他們真的要繁殖的時候 他們就會是bisexual的 他們也都會跟癡性去交配 來去生產下一代 所以就是會在照顧生活的時候 和他有繁殖需要的時候 就是他要繁殖的時候 他就會是異性戀 然後在其他人要繁殖生活 要人保護的時候 他就同性戀 那就互相交替地 去達至到一個生存機率最有優勢的結果 就是在猴子身上 就是這樣又很有趣 如果你要發覺那個答案是這樣 就是大家就會很害怕了 人類是不是要這樣呢 就是我得下 就是是不是人人都要最好bisexual呢 那我就覺得這只不過是生物的例子 如果人的時候有其他因素要考慮 那這就是你們各自的選擇 我絕對贊成這件事 不過我自己做不到而已 就是 你那個機率高多 如果你是bisexual 是吧 是是是 那天溝不了女兒就溝掉了兒子 那天溝不了兒子 溝不了兒子就溝掉了女兒 是吧 甚至乎你去追不到這個女兒的時候 又可以叫個兄弟幫你出頭 幫你搞定其他敵人 然後幫助你增加那些機率 但是呢 有一件事是挑戰了你的說法的 在傳統的黑社會裡面 你很少看到機率的 我不敢說 不知道 除了我看了那套戲叫江湖救急 我還沒見過這件事 應該這麼說 這件事能否這麼容易流傳 和被記載呢 這件事我想又有個人 有其他的價值是蓋住了這些東西 哦 原來講義氣其實是講機的 可能是更多義氣的那些東西 剛剛我提到的那個 大家可以查一下這個典故 就叫做Sacred Band of Thebes 就是在公元前的四世紀 三七八年至三三八年 有一隊軍隊 由一百五十個基的組織組成的 當時是屬於這個團隊的精銳部隊 那他們是非常非常的勇敢的 那什麼時候被人打倒呢 就是被阿歷山大帝的爸爸和他的兒子 一次過收他們的 但是阿歷山大帝其實都是機的 所以機是OK的 我們發現了 那這個結論就是 除了有機佬之外 那這個就是機佬 是 是的 好 我們沒有話要講的 沒有話要講的 好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來吧 還有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